载荷专家这个角色主要职责上的分工 是负责空间站有效载荷的操作 管理 维修 维护 以及各项科学实验试验的开展 之后是实验数据 实验结果的收集 整理 乃至分析 我们载荷专家选拔的时候 通过的测试是六个级的操作 但是最终的训练目标是要达到八个级 沙漠野外生存训练 你需要独立地生存两天 而且完成规定的任务 再有是狭小密闭环境当中 进行了72小时的睡眠剥夺实验 你要保证自己不要睡着 同时心理和情绪状态要稳定 空间站进入运营和发展阶段了以后 科学实验项目的数量大幅度的增加 还有了专业性操作的技能要求的程度 也比之前大幅提高 形成这样的一种职责分工了以后 可以有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情 保证在长期飞行的过程当中 照顾照料操作这么大数量的科学载和 科学实验更加稳妥可靠 当成一个发现之旅 再有就是太空那么美丽的观景的平台 那么好的角度可以看一看我们地球 看看山川 看看海洋 看一看星空 我也期待着能够在这样壮美的环境当中 放飞自己的思绪 畅想任何可以想象的东西 感谢观看